一批購買位於江門市樓盤光博會的苦主 趁中高奧官員出席宣講會 控訴阿門特首崔士安與發展商關係密切 大力推銷爛尾樓盤 共設計約3,000名苦主 涉及7億元的投資 就扣留了 來不到 和通行證 輸入的出入境就過不了香港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希望就是 第一個就是希望拿回自己的血限錢 政府這麼大牌的講這個項目是政府出資 政府扶持這個對象 結果是納米 納米左右不理 另外一批是購買惠州市港惠星城商鋪的苦主 同樣是爛尾收不到鋪或貨不對辦 涉及約1,000多人 5億元的投資 苦主們呼籲民眾到大灣區投資要小心 希望我們會投資大灣區 投資到來 我們那業就沒有了 希望大家 學生地去大灣區投資 投資就沒有錢回來了 台灣仔區那些 不要生育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 在香港報導